随着汽车数量的逐渐增加 对爱车的保养也成为了很多车主所关注的话题 对汽车的保养就好比对爱车进行检查 如果发现问题就趁早对症下药 同时汽车保养也需要花费一笔较大的开支 所以车主一般都非常的谨慎 关于机油问题还在坚持5000公里更换机油 修理工给出的真实机油更换时间表让你不敢相信 关于机油其作用是在润滑发动机内部的零件 从而达到减震润滑和密封等效果 所以机油对于发动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新手司机买车后 4S店的员工会建议当行驶到3000公里左右就把机油换掉 到底机油需要多久更换才是最科学最省钱的呢 为此小编我特地寻判了一些修车师傅的老司机 他们的回答与4S店员工有一些出入 首先从种类上来讲 机油分为普通机油 半合成机油和全合成机油 这三种机油在国内汽车上均有使用 其次机油功能的退化与消失 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时间的长短 其实普通机油的失效时间在三个月左右 半合成机油的失效时间在半年左右 全合成机油的失效时间在九个月左右 所以无论汽车跑了多少公里 只要是超过了这个时间都会失效 当然这份换机油的正确时间表也会作为参考 4S店的修车师傅只要根据实际情况 总结里程达到5000公里左右的时间在半年左右 所以才会有很多师傅说半年需要更换一次机油 除此之外 更换机油也需要花费一笔开支 因此合理的汽车更换机油的时间就显得十分重要 您学会了吗 1,2,3,4,1,2,3,4 1,2,3,4,1,2,3,4